- 据媒体报道,近日,俄罗斯空间军的苏-35S战斗机,已经开始在南千岛群岛,执行战斗值班任务了。 日本方面得到消息后,内阁官方长官坚一位,对俄罗斯表示坚决抗议,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之位北方四岛,历来是日本和俄罗斯的争议地区,这四个小岛机器周边的礁石和暗沙虽然面积很小,但是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,而且物产资源等等也相当丰富。 - 煤炭、金矿、银矿、稀有金属等等储量都很客观,渔业资源也很高达,所以日本对于这里基于已久,怎麦俄罗斯军事实力实在是过于强大,所以日本接连几次谈判都以失败而告终。 - 前段时间,俄罗斯在与日本谈判始终于松口,趁可以归还日本两个岛屿,日本先是欣喜若狂,但很快发现这其实,就是俄罗斯设下的一个陷阱。 - 因为只要日本接受了这两座岛屿,就相当于自动告弃了另外两个,最有价值的两座岛屿,依旧牢牢掌握在俄罗斯手里。 - 前段时间,俄罗斯军事实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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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- 前段时间,俄罗斯军事实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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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俄罗斯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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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